疫情方面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疫情是香港帶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經濟震盪 這個震盪是要政府運用一些政策去舒緩的 政策方面當然包括兩種 一種是金融政策或者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那邊我們很難因為有一個固定的匯率的制度 但是剛好美國的貨幣政策是很寬鬆的 也是適合香港舒緩經濟這方面的 這個沒有問題 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們一向都是有一個財政紀律 是量入為出的財政紀律 而是在基本法寫明的 現在是需要一個大的財政赤字 例如今年可能出現一個財政赤字 是生產中值的百分之十那麼大的 以前都沒有試過那麼大的 但是這個沒有問題 那三千億的舒緩措施 只是佔了我們累計的財政儲備一部分 累計是有一萬一千億左右的 我們的財政紀律我覺得是可以保持的 那如果這些特殊的政策 不影響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紀律的時候 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應該有影響